9秒10停的迪奥可以打败加速后的天堂制造吗? Hello大家好呀欢迎回到百科的厨房 我最近看到一个观点 不少人都坚信巅峰状态下的迪奥可以一对一地击败觉醒天堂制造的恩里克普奇 他们的理由也非常充分 因为天堂制造的面板力量只有B 而迪奥有着近乎不死的吸血鬼体质 战斗中普奇很难对迪奥造成致命伤 凭借血后迪奥完全可以硬吃天堂制造的攻击后反杀对方 然后就是替身的属性 迪奥的替身世界虽然比不上白金之星 但也是顶级的力速双 世界对比白金之星有两大优势 首先是暂停的时间 世界可以把时间暂停9秒 比白金之星足足多了4秒 如果成太郎当时有这4秒的时间 他完全可以救下徐伦后单杀普奇 第二个优势就是世界的射程 虽然同样是射程C 但世界最远可以离开迪奥10米的距离 这个射程距离已经可以媲美部分中远程的替身了 时间长距离远 这两个要素加在一起再配合迪奥的吸血鬼体制 让迪奥有很大的机会单杀普奇 不知道大家是否赞同这个观点 我个人是持反对意见的 在我看来迪奥在单挑的情况下 根本没有机会击杀天堂制造 为什么我说迪奥不可能打败天堂制造呢 首先就是他的体制问题 吸血鬼体制确实很难杀死 但不要忘了迪奥是不能晒太阳的 如果我是天堂制造 我首选的战术肯定是放风筝 拉开距离跑路 等加满速后再来一对一 天堂制造在加速的过程中 时间可是不断变化的 人家跑完一圈太阳都几下几上了 这个时候迪奥如果在外面早就被晒成灰了 然后我们再来说下他的射程和时长 其实在面对天堂制造时 暂停5秒和暂停9秒的区别并不大 10米的射程更是可以忽略 真正的难点是暂停时间的把握 我们以成太郎刚觉醒的状态作为参考 左轮手枪子弹的速度每秒300米左右 新弹线的速度每秒速度不会超过百米 成太郎的白金之星和迪奥的世界 都可以空手接子弹 理论上只要天堂制造的速度 还在音速的范围内 哪怕没有时间暂停 白金之星和世界也可以捶爆天堂制造 但结果我们也看到了 如果没有阿纳苏的前行者 成太郎早就让天堂制造一波带走了 考虑当时麦鱼强已经42岁 加上刚刚恢复体力不济 迪奥凭借吸血鬼的优势 双方都正面杠的话 迪奥天堂制造启动初期是有机会干掉对方的 可还是那句话 人家凭什么要这么和你打呀 天堂制造的速度是没有上限的 只要风筝放得远 它的速度起码可以达到音速的几倍甚至十几倍 这个时候人家再冲上来 你打算用什么阻挡 天堂制造的破坏力确实只有B 但我们再看看石之海的最终战 成太郎一击毕命立宿双二的亲吻同样是瞬间秒杀 徐伦的十支自由连镜头都没给 迪奥的血不论有多厚 也不可能挡住这种级别的偷袭 所以我才说在一对一的情况 除了因果律的替身外 几乎没有替身可以打败天堂制造 想要击败天堂制造 要么组团摆阵 要么利用地形加类似壮烈成人这种替身的能力吧 否则想要击败他就是痴人说梦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百科的视频 还请大家多多支持哦